整座城市被神秘黑雾笼罩 吸入的人瞬间变成只会屠戮的恐怖怪兽 剩下的幸存者们要何去何从 大家好,我是阿琪 今年继续给大家带来2021年科幻惊悚剧 黑洞第三集 华善好不容易在混乱的街道 打倒了冲过来的一种人 可在转身时才发现 费尽心思救出来的小润不见了 华善焦急的四处寻找 远远看见小润被一名女子带入了一栋楼道里 此时广播还在不停的发出通知 召集大家前往五只高中聚集 惊慌无助的民众听到后 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一窝蜂的朝着五只高中跑去 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里似乎并没有做好接受难民的准备 连大门都是紧逼的 众人就像被逼入绝境一般 拼命的呼喊着 有人甚至想要翻门而入 很快的大批一种人蜂拥而至 跑得慢的瞬间被扑倒在地 门口聚集的心存者们 更是发了疯一般用力推着铁门 很快大门被推倒 不过显然已经晚了 普通民众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一种人的速度 只能遭受着他们疯狂的土路 离大门不远处的教学楼内 门口同样也被封得死死的 帅气的金老师在监控里 看见学校门口发生的一幕 这一感爆棚 立即前往教学楼门口 准备撤开障碍物 开门救人 谁知毫无人性的区长大人 并不打算接受任何一位心存者 将广播室的设备全部砸烂 避免再有人前往学校避难 接着还派遣保安 阻拦金老师开门救人 金老师听说是区长的指示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学生 在教学楼外遇害 不过区长也并不是义务是处 很快便动员所有人封住门窗缝隙 并清点库存物资 在得知食物仅仅只够 所有人支撑一周的时间后 便下令从今天开始限制食物供给 每个人一天只能吃一餐饭 校长听完后 心中也无法权衡对错 只能默默执行 此时整个城市都被怪异的龙屋笼罩 死鸡一片 华善顺着之前小润进入的楼洞 悄悄摸了上来 过道里同样也是金悄悄的空无一人 不然一只可爱的小狗冲了出来 华善看了看 心中疑惑 小动物难道不会受到龙屋的影响吗 正在这时 一个怪异的老太太突然出现 双眼漆黑 手里握着短刀慢慢朝着华善走去 就在她准备开枪射击时 被一个人拉进房间内 这里聚集了不少幸存者 让人惊喜的是 之前走丢的小润也在其中 原来小润母亲的同事短发妹 之前看到她一个人在街上 便好心的将她带进来避难 不过华善很快发现 在场的人似乎有些古怪 眼神带志不说 而且全部都有些过分沉默 经过询问才知道 这里居然是一个叫做新上帝的宗教组织聚集地 所有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教徒 随后短发妹非常体贴的送了一套衣服给华善 让她换下满山雪姬的外套 并极力劝说她加入教会组织 华善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表示过些时候就会离开这里 短发妹见劝不住她 便改变口风 想把小润留下来 毕竟这里相对外面来说要安全许多 华善这就有些犹豫了 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另一边 阿泰杀了自己变异的搭档后 便离开了工作间 悲催的是 缠斗中手臂被搭档咬伤了 这时一个路人过来求救 好心的阿泰没有拒绝 戴上发动面具便缓缓开车 朝着医院方向驶去 现在已经天亮 可神秘龙武并没有散去的意思 此时警察老朴带着跟班小赵 也来到医院 这里同样聚集了许多幸存者 而且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门口有着多层隔离保护 老朴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 而且喜欢满嘴跑火车 脸不红心不跳的告诉大家 救援队很快就要到了 引得众人一阵欢呼缺越 而且他警察的身份 很快不得了大家的好感 正朝着医院进发的阿泰 却遇到了困难 街道上到处都是飞骑的车辆 几乎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 忽然一个变异的救生员 跳到阿泰的车上 手持巨斧就朝着车窗砸去 阿泰连忙举枪射击 可惜这枪威力不怎么样 连开竖枪都没将他射到 眼睁睁看着一种人 再一次将手中巨斧挥向 画面一转 医院里的老朴被一阵响动 吓了一跳 朝门口望去 原来是阿泰带着路人 正在拼命呼救 不过他并没有让人立马开门 心里有些犹豫 担心外面的人把病毒也带进来 不过阿泰也不是吃醋的 举起斧子 一副想要破门而入的样子 老朴害怕大门被破坏 无赖挥挥手 将他们两人放了进来 看到阿泰手臂上的伤口 大家心里不由的再次紧张起来 好在医生立马挽起袖口 表示自己也被咬伤过 这病毒似乎并不会传染 说完后便带着阿泰包扎伤口去了 原来医生和阿泰此前见过一次 医生也正是听从了阿泰的建议 才早早封闭这里堵住农物 间接救了所有人一命 这时阿泰想起和华善分别时 留下的对讲机立马打给了他 得知华善成功救出小女孩后 想让他俩到医院来避难 不过华善却拒绝了 表示自己要去学校避难 因为按照城市应急管理方案 学校这个避难所才是最安全的 挂掉电话后 华善来到大厅 准备和教徒们一起进餐 随即发现这里越来越不对劲了 只见教徒们围坐一圈 在教主的带领下开始结成的祷告 和传说中的邪教基本没有区别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华善 心里十分清楚此地不宜久留 还没开吃就准备离开 谁知这时小润突然开始全身抽搐 满脸痛苦的倒在地上 几人立马将他送去医务室 好在短发妹是护士出身 断定他是过敏反应 给他打了一针 小润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华善这才得知 小润天生一过敏体质 得定期注射抗过敏药剂才行 心中开始犹豫 到底该不该将他带离这里 这时教主找到华善 劝说他不该将小润带走 待在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说完后还给他递了一杯水 华善毫无防备的喝下去后 接着便晕倒在地 原来水里面放了正经药物 正如华善心中所担忧的一样 这个所谓的新上帝宗教 是个名副其实的邪教 到了晚上 教主召集所有教徒 无比坚定的告诉大家 末日即将来临 只要喝下手中所谓的神水 便能前往天国 在新世界获得重生 教徒们对他所说的话 自然是身性无疑 在下面疯狂的附和着 声音震耳欲浓 想彻以晕消 就连昏迷中的华善 都被他们的喊叫声吵醒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被绑住了手脚 动弹不得 好在不远处有一些玻璃碎片 华善勉强挪动身体 利用碎片将绳子割开 接着飞快地朝着大厅赶去 可惜他终究晚了一步 大厅内大部分教徒 全都倒地身亡 只剩下教主和短发妹 还在不停地怂恿小润喝下神水 好在小女孩之前被狂热的场面 吓得不轻 一直咄咄嗦嗦 不敢喝神水 这才逃过一劫 华善看到这一幕 气得不行 连忙开箱将封住的门窗 打出一个大洞 龙雾瞬间涌了进来 短发妹离得最近 立刻中招 不等他们有所反应 华善带着小润冲出了房间 便衣后的短发妹 在后面穷追不舍 华善没办法 只好开箱将她解决掉 随后华善找到两顶房都面具 带着小润朝着学校避难所进发 医院里 爆炸完伤口的阿泰 远远看着老朴 回想起以前刚刚进入警局时 老朴对自己照顾有加的模样 心里很不适滋味 老朴此时也看见了阿泰 飞快地走过去 还想抓着他被咬伤的事情不放 这时 有人冲出来告诉大家 医院五层还有幸存者 众人飞快地来到监控室 果然看到有许多人 被困在一间屋子里 其中还有个孕妇 正是老朴的跟班 小赵的妻子 另一边 华善带着小润来到学校 看到门口堆满的尸体 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走进去没多远 便遭遇一种人袭击 华善枪里的子弹很快就打光了 可是一种人还剩下不少 只见他连忙将小润放进车子里 自己孤身一人和一种人挽起了肉搏 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将他们消灭 可华善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远远看到又有几具一种人 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本集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